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除了鞋,在草地行走,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这里有很多客人买回家,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跟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讨论,介绍的题目 我相信很多我们的听众,女性都可能会经验过,发生过 就是关于一个经痛的问题 女性每个月都有那个经期,很多时候都有被这个经痛是纯扰住在那里 有些甚至乎是严重到是下不了床,上不了学,上不了工 都有这样的,袁先生,可不可以帮我们跟听众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或者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去处理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什么叫经痛,这是很常见的问题 任何的秋痛,在经期的周围之间 一般来说,都在经期的时候出现 但有时候,都可能在经期之前或者经期之后,或者在排卵期都会有的 经期的经痛那样东西,有时候你都不可思议的 我最近处理过有个女士,她几十年都经痛,痛到入医院的 很多时候,那些人就回不了工,要在床上,起码睡一天 但也都严重的,好像这位病人,她就直接痛到入医院的 当然是,当然了,很快我们处理了之后,她感激到我死 真是,真是很开心,很开心,介绍了很多其他病人 看到这些事情,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况 那这样痛,入医院便吃点痛药 但每个月都出现,没有根治过的 这是很麻烦的 当然了,一般的症状就是,在卵巢,子宫,盆胳,或者 那个齿骨的位置,出现那种不同程度的痛 有些可能轻微,有些很严重的 也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会出现背脊痛 还有身体的多方面的不舒服 有些时候,也会蔓延射去大腿那里 其他的变症,经期的不适的变症 包括有头痛,作闷,有时吐射,或者便秘 也有不同程度的精神和情绪的症状 包括情绪波动,情绪的低落,焦虑,和很紧疹 通常这些这样的痙痛,可能背后有些其他的毛病 例如子宫浪摩仪位,可能是卵巢囊肿 或者是子宫的肌瘤,甚至乎是癌症 所以有时候,你发现,深入去探讨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背后有这样的病 就导致它,经痛得很厉害 所以你治疗的时候,我们有时候 就要深层一点,就要治疗那些背后的原因 好了,遇到的时候,需要留意一下 你看到那些什么表面的症状 还有病者的身体耳元是怎样的 是 有没有伸直,有没有卵巾,有没有卵巾在一起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你要留意到的 好了,首先,先简单地说一说 基本的指引 好了,譬如你发现,驚奇肝的时候 是出现那些很大量的鲜红色的鲸血 涌出来的,还有那种痛是伏伏声痛的 就是这种胀痛啊,肿痛 那你第一件事呢,就想什么呢? 蝶茄,好了 如果痛呢,就可以用热肤啊,或者用压力呢 是可以舒缓的 那你就可以用什么呢? 就想起来,就用轮化尾 Magnesium phosphoricum 或者,就是Colocynpha Colocynpha,就是苦瓜 就是西洋的虎黄瓜 那这两个疗剂的 那如果你的痛呢,是痛到呢 是很厉害的,痛到呢 病人就要大声喊的 那你就想起这个疗剂呢 Cactus Grandifolia 是大花仙人像 Cactus Grandifolia C-A-C-T-U-S Grandifolia G-R-A-N-D-I-F-O-L-I-A 好了 那如果那个痛呢 是很强烈的 还有病人呢 直接痛到呢 发了癫,发了怒 就是安慰不到的了 那你就想起什么呢? 就羊甘菊咯 Chamomi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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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如果你发现呢 那个病人呢 那个身体的语言呢 它就卷了 捞了 那个伤膝呢 就是缩起来呢 是压到那个胸膛的了 那这种这样的 的体脂呢 那表面的症状呢 就是 那个Colocympha 那个苦瓜 啊 就是 虎黄瓜 它捞了 还有痛到呢 那一只眼呢 好像苦瓜那样的 好了 那如果你发现呢 它的痛呢 就可能是因为 它的那个 怒怒啊 就是 就是 引发 以及 和怒怒有关呢 那你就想想 那那个马泉猪 Nuxvom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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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也都可能 那个Colocympha 和Belladonna 都可以的 即是和那种 angry 那种痛到它 就完全感到怒的 好了 那当然发现呢 如果这种痛呢 这个人呢 平时就很喜欢喝酒 很喜欢吃那些 可以考虑马前子Nuxvomica 可以看到有六种疗剂 有很大机会这六种疗剂都可以解决 除了疗剂之后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舒缓痛症 我们还可以做冻热的座盘 浸屁股的位置 找一个深一点的盘 热五分钟冻一分钟 坐在座盘上来帮助 二三次 这一样是加速血液循环 整个血液流畅少少 还有有时候伸展一下 或者简单的运动都会有帮助 如果你经常发现肌肉抽筒都很厉害 我就用钙和尾 Calsium 100mg 尾是500mg 二对一通常都会有帮助 除此之外 我们有时候用热敷 简单来说 用热敷 还有一个我们用 Castor Oil Pack 的沉麻沉 这个是很久的历史 通常用Linan的布 布料浸浸了Castor Oil 敷在腹部 接着加一个热敷 暖水袋 滋液水雷 也是帮助舒缓得到 当然在这个期间 当然要戒酒 戒咖啡 这些东西 都要戒口 好 刚才介绍了有六个疗剂 给我们处理这个惊痛 麻烦医生再详细一点 看看如何去界定痛症 要用哪一种 个别先走 个别再长一点 再跟大家讲解一下 Beladonna Beladonna Deadly Night Shade 那就是丁茄 丁茄的症状 通常也是一种 痛的蜜动式 throbbing pain 通常右边比较差 而且症状来得很急 突然很劲烈 感觉到盆胖的鼠胱 很障缓 好像冲血那种感觉 倾向右边多些 身体方面 所以记住,这种流的经血通常是鲜红,是涌出来的 甚至有些血块 那种感觉就像下腹盆腔的器官好像要坠下去,要掉出来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病人就不想动,动就会差一点 也会有口渴,喝冻水,或者是一点都不口渴都有可能,这两种症情况都会出现 接着就是Cactus Grandifolia,大花仙人掌 这种痛是很有趣的,那种痛是很严厉痛的,痛到叫出来 而且,它形成那种痛,好像有一个铁箍是箍住它的腹部 很严厉,痛到它会大压,好像有一个金钟罩,它会啪住它 而且,那种痛是每一次,血块一排一次,就痛一次 很厉害的痛 接着就是羊金谷,Chamamela,也是很强烈的痛 好像人家的30元那种痛 它出来,它有很多大量的黑和乳块 间中交替,间中会有一些鲜红色的血 即是黑乳块为主,那种痛到,尤其是情绪 更加出现痛,对那个痛作是特别敏感的 还有,痛到你怎样去安慰它都无效的 总之,它就是敏到死了 敏到它自己不知道想什么 你问它要那样东西,它又说要提一样东西 总之,很难服事的 这种痛,也有时候就会伸展 由腹部伸展到大腿的内侧 甚至乎出现绿色的肚射的糞便 还有,它痛的时候,它发现它的人 是喜欢摇摆摇摆摇摆 是苦黄瓜 那种痛呢,就是痛到它要整个人是软低的 向前软低,它是double over 挑起来,软低的 OK? 而且,你要看到它的双手 那个肚子是夹在肚子里 就是它要大力按压它,就会舒服一点 OK? 也就是个人,好像痛得苦瓜那样 很敏陈,很生气,很敏陈 那就是,就是情绪就是 就是,总之也是很难,很难哄的 那,有时候呢,它说呢 它痛到想呕吐的 OK? 高多生肥会痛到想呕吐的 OK? 那,还有呢 它这个人的情绪就是 就是,不要激怒它 它,你捉摸它,它就更加差了 OK? 那,而且呢 它躺在这里,它要躺在 它皮一,右边痛,它就躺在左边 就更加痛 那,就是它躺在右边,压着它会舒服一点 OK? 好了,另外一种呢 就是,Megphorza Megnesium phosphoricum 是那个,那个轮化尾 那,这个很简单的 一般性,一般性的痛 那,会发现呢 它就是向前,向前弯 那,还有呢 发现呢,它用暖水袋啊 吸着它,会舒服一点 或者呢 或者呢 用那个,用那个 热水浸浴,会舒服一点 就是,很简单 就是,你没有其他症状呢 你只是观察到这些呢 你就可以想这个 Megnesium phosphoricum Megnesium phosphoricum 好了,那,最后一种呢 就是,马前子 Nux formica 那,马前子那种痛呢 亦都是痛到呢 是会蔓延全身 那,痛到呢 就好像呢 还会想要有大便感觉 有便意的 那,通常呢 那些人呢 也就是,平时呢 很喜欢喝酒啊 吃漂亮的东西 那些那些的 那些的时候呢 当然,又很厉害啦 就是,没了耐性啦 那,但是呢 那些人呢 是工作狂的 可能自己的老板娘啊 做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 那,永远呢 都是很野心强啦 永远要第一 要最聪明啦 那些我们叫做 典型的是A型的人的性格 平時喜歡吃肥膩的東西 喜歡吃濃味的東西 那些香味濃的東西 喝酒 這些是他平時的生活習慣 這個就是馬前置 相信這六隻裡面 對一般的情況都可以處理得到 如果你背後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可能子宮諾摩兒位 子宮狼腫 或者子宮肌瘤等 這些情況當然要醫生幫你深入跟進 如果一般所遇到的經痛 好像剛才袁醫生提及的症狀 大家就可以試一下這六隻療劑 看看哪個比較切合、吻合 就可以試了 試了三劑之後 如果有好轉的 你可以把份量的次數減少下去 但如果覺得完全沒有改善 這隻療劑不是太適合 就要再試其他 當然剛才提及過 因為有其他的病發症 而引起的經痛 要針對性的問題去處理 深入一點 就不只是用這幾隻療劑 這樣就可以處理到一般的經痛 同一樣 我們可以儲備了一些療劑 在家裡的時候 需要的時候 就立刻可以用得到 就可以做一個及早醫治 不是使得到 好像之前余衍生的病人 差不多經常性要出入醫院 或者是那些止痛藥不離身 始終最後出現了後遺症之後 才搞得更加嚴重更加麻煩 今天阿余醫生和我們分享了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阿余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詢有關療劑 或者健康產品方面 可以和我們的陸創意健康店聯絡 電話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阿余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到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到YouTube搜尋 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 今天謝謝阿余醫生 拜拜 還有療劑方面 大家都說了 家裡已經備定在這裡 自己可以來我們的診所 或者健康店 或者網上都可以購買 我建議你最好買一個 一個成套裝 很多基本的療劑都有 到你到時需要的時候 你上網聽我們的節目 我們會教你怎樣用 當然家裡有療劑 是即時解決的 好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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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